各位甜豆家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甜豆老师吴师起 第二集的故事后尾 已经有三只小猴子 不听医生的话 从床上摔下来 撞到头受伤了 可是剩下的两只小猴子 有乖乖听话吗 他们的妈咪会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甜豆老师说故事咯 哇你看so Two little monkeys jump on the bed 这个猴子好像在跳芭蕾哦 他在跳芭蕾 结果呢 他结果做什么事情 one fell on and above his head 那结果你看他结果 他就撞到了他的头对不对 那你们猜接下来妈妈做什么事情 gong your head 哦妈妈就立刻打电话给谁 妈妈 called the doctor the doctor said no more monkeys jumping on the bed 那我要问你 现在这个医生看起来很怎么样的表情 你们看这里 哭哭 为什么会医生要哭哭 因为他说了很多次猴子都不听医生的话 就是啊 说了这么多次 医生都不听医生的话 医生就觉得很难过哭哭了 结果剩下最后一只对不对 对 最后一只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医生本来没有沙发 现在有沙发 是这样子吗 医生本来就坐在沙发上面 没有啊 你看 你看哪里有 医生本来就坐在沙发上面 哇 真的耶 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沙发 可能他后来越来越累了 就跑去坐在沙发上面了吧 哇 你的记忆力很好哦 超强的 你啊 Selene啊 不过是Cherry 我也是 嗯 结果好 我们最后一页是这个 So one little monkey jumped on the bed She fell off and bumped her head 结果他连他都掉下来 撞到他的头了 妈咪刚快做什么事情 妈妈狗子 Dotter Dotter said No more monkeys Dombing on the bed 医生说 不要再有小头子 跳在床上了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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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医生现在这个感觉怎么样 酷酷酷的 又很累又很酷酷说我讲几遍了 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了 你看所有的小猴子头上都绑绷带 对不对 绷绷带 妈咪好累好累 像那个稻草龙的帽子 这样子 那结果呢你看所有的小猴子都要上床睡觉了 So five little monkeys fell fast asleep 很快妈咪跳了 五只小猴子啊都很快睡着了 妈咪说什么话我们先把这JuPa来一起念念 Thank goodness 她说感谢老天爷啊 said the mama 为什么妈咪要说感谢老天爷 为什么要有老天爷 老天爷说 还好这五只都去睡觉咯 结果换什么 Now I can go to bed 终于换妈妈呢 要去上床睡觉了 跳跳跳跳跳 所以我们要去到这本 哇 所以啊 终于换妈妈 上床睡觉了 结果那个妈妈 最后做了 还自己啊 跳来跳去 我们要这一本 你们觉得这本书好不好看 好看 这本书很好看 那你们还想要再看哪一本 蛋糕的这一本 做蛋糕的这一本 好 那我们下次一起来看看咯 那现在我们要跟甜豆家族的 小朋友说拜拜 拜拜 再见 宝贝们 宝贝们